今天在开放新中国 我们带您看中国大力扶持海溪经济特区 那么鼓励企业打造一个叫做海峡快捷通道 上百位台商在福州跟平潭一带集资了十亿 要打造一条往来两岸的海上高速公路的豪华客轮 那么据了解这个豪华客轮呢 能够容纳880个人 那么有156辆车 而且可以从福建平潭出发到基隆港跟台北港 只要短短的两个半小时 看准商机福建省有一群台商准备打造航行两岸的豪华客轮 这一段时间我是挑了将近18条 一一过滤 如果从平潭到台北港 仅需要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这个马尾到马祖差不多在三个半小时 不会超过四个小时 曾董自己在大陆经商18年来 常常喜欢自己玩游艇 他挑上的豪华客轮已经在意大利加紧赶工 今年就会航行到台湾和大家见面 将近100名台商集资打造 皮质的沙发座椅 全天候供应餐饮的吧台 还有购物商店 除了最多容纳880人之外 还能载152辆轿车 四辆大型游览车 初步规划用来航行 在平潭到基隆和台北港之间 距离80海里 只要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而现在航行台中和厦门之间是140海里 至少得搭四个小时 加上大陆中央建盖的五条高速铁路 福建就占了两条 看上交通网络的日趋完善 台商脑筋动得快 还要抢工银法足市场 55岁退休下岗的 要去台湾一游的 几乎85%愿意收到我们台湾一游的 用1000块钱的来回船票 你要不要去 几乎100%都要去的 这座桥就是平潭大桥 未来建造好之后 车子开上去只要五分钟 就可以到达对面的平潭岛 而平潭岛未来就有大型客轮 可以直航台北港 成了海峡快捷通道的第一大客轮 中间新闻 附加新来临 在福建省福清的采访报道 中间新闻